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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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向背绝评的情况之下 再次奋起反击 打进了第三个进球 这个进球应该能让他们收下 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金敏友找菲利佩 1比0 比赛的第18分钟 还是菲利佩立功 本赛季菲利佩打入了 他个人联赛的第12例进球 又是金敏友送上的助攻 本赛季的第5次联赛助攻 右侧脚球 安德里哥线路不错 2比0又是菲利佩 恐怕菲利佩今天真的是没有人去对上他 成都中城依靠着菲利佩的两个投球进球 2比0在主场领先了 安德里哥再调给菲利佩 这是机会 再左脚射门 再补射了 这下够不到了 3比0了 埃克森也进球 50分钟 下半场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 成都中城队再下一城 扩大比分优势 核心 通胜熙 通胜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